中文字幕 李宗盛 菜还合胃口吗 挺好的 好吃 好吃就好了 今天请大家吃饭 主要是想跟大家 重视认识一下 我叫徐正 小杰两位朋友 我们正式在一起 恭喜恭喜啊 恭喜啊 我们等你这顿饭 可是等了太久了 对 就是 来来 来 让我们以茶代酒 感谢徐律 你说的也真是的 说好了低调低调 又是请喝奶茶 又是请吃海鲜的 搞这么多花样干吗呀 因为我高兴啊 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悦 可是我才刚离婚一个月啊 我知道啊 所以更应该请你同事们吃个饭了 我就是要告诉他们 小杰离婚离得漂亮 离了以后 才能遇到更好的人 这同事我也请过了 是不是应该见见家人啊 好啊 家里只有姐姐在北京吗 对 我妈前段时间回老家了 那就约上姐姐吧 上一次不就说一起吃饭吗 行啊 我跟她商量个时间吧 择日不如壮事 现在说吧 如果今晚姐姐有时间的话 我打电话订餐厅 今天晚上啊 会不会太着急了点 我不是想着 早点见家里人 这样他们都能放心吗 好 好 那我打个电话 姐 忙完了 听说上午又是一场恶战 还行吧 就是新来的几个实习生 没什么经验 有点乱 小姐 怎么了 喂 姐 那个 你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想请你吃个饭 就咱俩啊 还有谁吗 就 还有个朋友 谁啊 徐政 你 你愿意给你俩一次机会了 回头详细跟你说吧 那个 叫上姐夫一块儿啊 我想让她帮我爸爸管 好 那你把地址发给我 好嘞 晚上见啊 拜拜 嗯 拜拜 姐姐怎么说 今晚有时间吗 有时间 还跟姐夫一块儿来 就是我姐的男朋友 还没有结婚呢 那更好啊 正好一起认识一下 行 那我上班去了 我送你 不用了 你就在马路对面 我走过去就行啊 坐着来电话了 我走了啊 拜拜 小姐 干嘛呀 你看着呢 那就让他们看着呗 好了 我走了 走了 嗯 拜拜 嗯 行 学长 帮我把这发给这天经信令 嗯 地址在这上面有 我把火封一下 行 知道了 哥 你干嘛呢 没事 发一块钱 你吃饭了吗 没事 一会儿那个 随便点点啥 买什么吃的 什么 买 买三明天 吃这么少啊 你小猴子得多吃啊 干什么 减肥吗 没减肥 没 没什么胃口 别言苦惊喜 一眼来人家也看不见了 你知道吗 没 没 你今天心情挺不错 你 你是怎么看出来 我心情不错的 我告诉你 江峰 就你这乌鸦嘴 那天就你说什么 什么 什么 他前夫什么 是不是这娜的 结果现在感觉这前夫 他真的要跟小敏死灰复燃了 明姐说的 他前夫自己说的 你找他前夫去了 昨天晚上佳佳回家跟我说 说爸爸 说你我们同学金家俊的爸爸 好像要跟小敏阿姨复婚 我以听这可不行啊 我赶紧去说刺探点情报去 一去被他前夫给赢着了 赢到家里了 那张老感觉是一男主任 感觉明天就跟小敏要复婚了 你们说明姐不可能吗 小敏是不可能啊 但是问题是 他俩有一孩子 曾经也是夫妻 你这 这不好说呀 关键是有个孩子 你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那你 你咋办呢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想计划说 给他搬到我那儿去住去 这个人还不愿意搬 这有什么事 这 这什么年头啊 白给一房子还不住 这是绝了吧 小敏 敏姐怎么知道了 不 不 不 这 这还拿不回来 这 这 这 怎么着 亲爱的 陈卓 那个 你 你吃饭了没有 没有啊 晚上你要约我呢 我睡觉睡得好啊 那个 我问你正经的 你吃没吃饭 小杰想请咱俩吃饭 小杰请咱俩吃什么饭啊 这你唱没出啊 这哪儿坐上马车啊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陈卓 他啊 就是他跟他那个 新的男朋友叫什么 徐 徐正 那个想请咱俩吃饭 然后小杰呢 想让你去那个 给他把马关 这他俩都 对呢 行 那你这儿 你让他 直接把那地址发给我 我下边我接一去 好吧 嗯 好 那一会儿见啊 就这儿 好 咋的了哥 就是他那个 他那个 那 小杰吗 那吃 吃饭 还好坐坐坐 坐马车 不是 他 不不不 没事 没事 那个 小杰跟徐 徐正 好了呗 你 你先坐一坐 没 没事 你坐 你坐 你说 你说 你坐 你先坐 他呢就是 也 也不叫好啊 反正就 不一定 不一定是什么阶段 他反正就 叫我跟小敏 我们去吃个饭 正好我这样 我帮小杰爸爸关 我要看着这小子不顺眼 我手气刀呢 我就给他剁了 行不行 那个 你 你放心啊 我跟小敏肯定站在你这边 是吧 关 关键是 小杰没站在你这边啊 你 你喝点茶 吃 吃三明治 好吧 你 这样 你 你 节 节爱啊 帮我磨磨磨啥关呢 小杰不是我姐 我 我也不是徐正他爹的 就跟我没关系 这边还有个湖啊 是 还有那边高大夫就厂也是我们的 这 这都是你们的 对 这不完全是个餐厅 对 姐 姐夫 小杰 姐夫好久不见啊 这是 这是我男朋友徐正 你好 你好 姐姐好 你好 姐夫好 你好 我是小杰的男朋友 我叫徐正 对了 今天啊 临时让小杰约的女人 我觉得这事太仓促了 是我不周到的 所以呢 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见面礼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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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拿 进去吧 好 徐正 那我叫你小区可以吧 可以啊 我叫陈卓 尔冬陈 然后那个卓 卓越的女人 你是哪个 这些是 正的男朋友 真的 小敏 这不是这那湖吗 这对着那湖 姐 真美啊 漂亮漂亮 你坐那儿 不用 你是主人 你坐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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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坐吧 好 我 我就坐 姐姐姐姐 我对着我对着我对着 对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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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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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吧 我自己来 没事没事我自己来来来来来 我自己来来来来 好 谢谢 不用 我自己来就可以 谢谢 怎么样 还你还可以吗 真漂亮 嗯 这 这个 刚才我们这路过 从那边过来是看的这个湖 这还有个球场 这等于跟这餐厅都是一间啊 这个是高尔夫球会所的餐厅 您好 上一下菜 姐会 你平时打球吗 我对 我没打过高尔夫 我打乒乒乓球 乒乓球也可以啊 我什么球都会一点 这是郭艾回来的肯定是 爱运动 体育好 对对对 你们俩不就是打球认识的吗 对啊 打高尔夫 篮球 对对对 篮球 小杰会打篮球 这女孩会打篮球还真不多 是 她打得好吗她 打得好啊 你敢说不好吗 我也是刚回国不久嘛 然后一下就碰到了小杰 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 姐姐 姐夫 不知道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 所以我就点了一些 比较清淡的菜 然后我想这样吃 晚上对胃的负担不会特别大 想得真周到 太上齐了 请慢用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姐 尝一下这个 姐夫 你尝一下这个 好 我自己来 小徐 我听小杰说你是这个律师 对 具体是哪方面 做金融方面的 像上市啊 并购啊我都做 那很忙 这 这肯定忙 还好 那个 那你 你 你老家是浙江温州 温州 我老家是台州 台州 哦 台州 台州 台州盛产那个 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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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边海鲜也特别新鲜 喜欢吃海鲜吗 我下次带一点 不不不不 不用 不用 不用麻烦 那 那你 那个 是 这个这个打算 国外回来以后是在 北京发展 还是将来打算回台州去 我 我爸妈挺想让我回去的 但是我喜欢北京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 而且 我现在不是有了小杰吗 他在北京工作 那我就在北京 你你你其实 有有兄弟姐妹吗 就你一个 对 我是独子 独生子 对对对 那你这一个独生子你不回去 你没人照顾你爹妈 这老人不会有意见 照顾他们的人多了 也不差我一个 他们没有意见啊 就是我爸妈还是很开明的 像上学啊 工作啊 他们都很尊重我的选择 做我也是 小杰的事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他们都挺高兴的 也觉得我应该安定下来了 你怎么没跟我说过啊 我不是想着先见完你的家人 然后再跟你说也不晚吗 那我下次注意 没事 姐姐 姐夫吃啊 好 徐震啊 有些话我就直说了啊 慢点说 你和小杰的关系 你有跟家里人说清楚吗 姐 你问这个干吗呀 小杰呢 是离过婚的 如果家里的老人家 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你可是要早点告诉我们的 因为我不想小杰受伤害的 明白 不过姐姐 姐夫 这点你们可以放心 我知道 我刚跟小杰在一起不久 有很多方面呢 可能照顾得不周到 但是请你们相信我 我对小杰是认真的 我是想跟他好好过日子的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的幸福 是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如果家人实在不同意的话 那我宁愿跟他们断绝关系了 嗯 你瞎说什么呢 真的没必要 他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我是认真的 这刚游戏黑天鹅 是不是 你看 还有个黑天鹅 对 黑天鹅 好 这自然环境好啊 对 来来来 姐夫 来来来来 姐姐 来 谢谢 这薔薇都长在树上是好看啊 对啊 这 她是 小杰 今儿这饭是真好吃 但就贵点 让你破费了啊 是徐正破费了 不过应该的 靠谱啊 这胳膊肘一定要往里边拐 喂 喂 哥呀 你 你那边咋样的 差不多 我 我合计你完事了呢 我不是约你喝酒吗 合计 对 小杰 有个微信 是一种方式啊 好像两个账盖那种 怎么了 没事儿 哪儿才进烂 没事儿 你真际又轻 iteration 它封重 自己先说